嗨 大家好 我是圖女時代創辦人 我叫Sherry 其實我也不是少女了 我也畢業了 我現在23歲 我畢業一年 那我們今年才正式開始就成立公司 然後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說今天主要的分享會講 簡單講圖女時代是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創業 然後還有我們目前創業為止的一些 可能甘苦談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到底什麼是圖女時代 我們跟少女時代絕對沒有關係 我們直接用她三個字而已 那我們跟我的少女時代也沒有什麼關係 這張圖我們批超久的 大家有發現 大家有發現上面頭是我們的人的頭嗎 那其實我們最常來的時候是長這樣子 所以圖女時代到底是什麼 我們其實現在是整個華人地區最大的土耳其旺 那我們主要提供的服務 主要是為一個有趣的方式 介紹土耳其的旅遊以及文化資訊 然後並且我們在今年開始了我們的商城 藉由我們對土耳其的了解 去嚴選土耳其最好的商品 再來是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相關旅遊服務 那這個旅遊服務可能就像是說 我們可以自己設計私房的行程 然後因為我們懂土耳其文章 我們可以成為向導 但是這件事情是我們現在還在努力當中 那這是我們的網站 我們網站也大概曾經兩到三年 那其實除了旅遊跟文化 我們都會定時提供一些新聞的資訊 例如說最近大家很熟知的敘利亞小男孩 他就是到土耳其的海灘 那我們就對這件事情去做一個詳細的報導 那這是我們在今年開始的商城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是全部都是土耳其的 那我們主要現在focus主要是這對女性的商品 那現在也有提供就是可能 販售跟土耳其的食品有關的東西 例如說土耳其軟糖 像這類的東西 那我們土耳其實在的現況來說 我們是AppWorks第十一屆的團隊 就是這一屆 就是我們辦公室現在就在AppWorks政府 大家知道AppWorks是什麼嗎 就是它是現在亞洲最大的一個加速器 對然後我們有很榮幸能夠入選 那再來就是我們團隊百分之百都是女生 然後99%都單身 所以歡迎大家來touch我們 再來就是我們團隊平均年齡是24.6歲 其實都是畢業之後沒有多久就出來創業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成立公司 到現在就創業九個月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嫩 所以只是跟大家簡單分享 就有目前的一些想法這樣 那我們其實整個突兵時代有大概十大位編輯 其實就包含我們政大圖文系的教授跟老師 然後還有一些當地的交換生 或是一些跟土耳其有關的編輯 那我們其實現在也有跟關鍵評論網 跟Flipper潮流一文字合作 我們都會在他網上定期探討我們的專欄 那我們也有跟一些旅行社有合作 一起舉辦講座或是一些旅行團的行程 那我們預計明年會出書 就會出一本跟於土耳其文化推廣的書 好那所以到底為什麼要做土女時代這件事情 我想說先從我自己個人開始 那剛才其實有提到就是我就是政大畢業的 那我就是土耳其語文學系畢業的 大家知道這是土耳其的國籍嗎 好棒好厲害我以前都不知道 那所以到底那時候為什麼要選這個系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就只是因為分數 我其實就對語言不會特別排斥 但是我對土耳其沒有特別熱愛 我當時對於土耳其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土耳其進行曲 就沒有別的 然後我記得我當時我是推政進去的 我當時推政的時候我寫理由就是寫 我因為聽了土耳其進行曲 就是愛上了土耳其 現在想要覺得超級可笑 然後所以其實我當時就是對於自己未來 其實也沒有什麼想法 我也不知道我以後要具體要做什麼 我想說要當老師 當外交官 當翻譯 但就是就沒有很確定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跟剛才有很多位上台分享的人一樣 我也想要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 所以我大學第一年我又加入iSEA這個組織 大家有聽過嗎 我們就是一個邪教組織VOICE 大家好像很多人也對他沒有什麼好影響 沒關係 反正當初iSEA就是這麼會吸引我 是因為他當初就推幾個店 那大家應該很熟悉 例如說就培養你的領導能力 培養你的國際視野等等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這些元素應該就是成為一個厲害的人的元素 所以我大概一時候就進去了 就沒想到我這樣一待就大概三年 就有當任幹部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iSEA真的對我來說幫助很大 就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其實都是畢業之後沒有多久出來創業 那所以其實iSEA在當中 其實你可以學習到 就是團隊合作領導 以及我覺得很多人脈上面的建立 我現在在創業的時候其實很多認識的人脈都是靠近那iSEA的 或是我們現在在經營公司的時候一些方法 也都是用iSEA那時候的經驗 所以才有現在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iSEA對我來說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大家知道 應該不知道啊 iSEA他有一個 他的這個組織的願景就是希望能夠達到世界和平 並且能夠發展人類的潛能 那他當時就一直倉導大家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會希望我每個人iSEA 都會成為一個有正面影響力的人 所以這件事情經過iSEA之後就整個升值我心 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有正面影響力的人 我們能夠有機會能夠讓台灣變得更好 我們有機會能夠改變台灣 所以關於這一點就其實深深的影響到圖女時代 現在有些發展的部分 所以那到底為什麼又會有圖女時代呢 撇落撇開從我自己個人而言的話 其實真的一開始就只是純屬好玩 就大家有看到這些by pose的照片 就因為我們念土文系 然後其實我們戲算是刻很涼的那種 所以其實我們就那時候就很無聊 就閒閒沒事做 就我們每一週都會規劃下週 我們要穿什麼dress code 然後我們要擺什麼pose 例如說我們可能就拿了課本 或是我們就找老師跟我們一起拍一張照 所以你們有看到 看最右邊這裡就是紅色的dress code 然後最下面那個就是拿課本的那個圖 然後我們就是一群很虛榮的女生 我們就是想把告片放上去 讓大家點越多讚越好我們就覺得很爽 結果後來有一天我們班同學 就跟我講了一個想法 他說想法他在馬桶上面想到的 他就說還是我們就成立一個粉磚 把我們這些美照放上去好了 這樣不是更多人點讚更好嗎 然後我想想我覺得好像還不錯喔 但後來我們就發現 其實我們好像可以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除了把這些美照放上去之外 我們就想到說其實 身為土文系的我們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們這些問題 被問到超煩很生氣 例如說土文系到底在學些什麼 然後畢業之後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畢業之後一定找不到工作啊 再來就是你為什麼就是要學土耳其文 他就真的他就是一個沒有用的語言啊 或是我們就想到說我們在這大學這幾年 我們所學到的土耳其 其實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他其實就是他其實是一個 在世界當中 雖然越來越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用地理位置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門戶 像是伊斯蘭國的世界 或是說其實他像 他也是全世界第16大的經濟體 其實很多的媒體都是把它評為最有潛力的新興國家 然後另外其實去土耳其旅遊人數也越來越多 像今年台灣跟土耳其就已經開始直飛 然後明年長榮也會已經確定要跟進 其實像每家旅行社也都會有旅行團 但其實大家對於土耳其的印象 往往就是就是沙漠很貧窮很落後 然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就想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想要改變大家對於土耳其的誤解 然後我們想要就是藉由我們的角度 給華人們創造一個新的生活體驗 並且我們也希望當我們變得更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能夠回饋給社會 並且我們希望給我們學弟妹們一個新的機會 因為通常他們從土耳其畢業之後 你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土耳其有關的工作 你可能就只能做翻譯 要不然就是你可能就去貿易公司做土耳其的業務 你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圖女生的願意就是我們想要讓更多人 能夠了解跟喜歡土耳其 並且能夠成為華人與土耳其最直接的橋樑 然後這就是圖女時代 那其實我們圖女生在學生的時候就創了 但我們一路走來 其實我們到今年年初台正式創業 那到底是為什麼 就是什麼事情讓我們想要變成全職來投入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真正要 真正讓我們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是在我們畢業之後 因為其實在畢業之前 圖女生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夢想 就它 它不是一個我們想要畢業之後 直接變成全職的一個工作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工作幾年之後 再去做這件事情 它才比較會有發展 所以我們畢業之後我們就直接就進入職場 像我就是做行銷 我們有些人去可能當蔡坤的廚幹 或是有些人就直接去當SOHO組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在工作三四個月之後 我們就發現其實 因為我們像無際做行銷 我常常有時候可能八九點或十十一點才下班 所以我們光約個開會時間 都約個可能兩三個禮拜 然後再來或是你要約的時候也會約很晚 都沒有辦法討論 所以我們就發現我們這兩個東西其實是有點難以平衡的 就 你知道你今天要畫一件 你想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你就必須要花相對的努力 但我們永遠都只能用一半的心力去做圖女時代 所以她當然就不會由我們想要預期得到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開始思考 那到底我們該怎麼做才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 其實我們現在很年輕 應該說我們薪水很少 我們沒有什麼好失去的 我們也沒有什麼家庭的壓力 我們沒有金錢上面的壓力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我們這件事情做了兩三年了 所以如果我再不繼續 我再不去想一個 就是一個未來給我的團隊 那他們可能也沒有 之後也沒有心情再繼續做下去了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土耳其是真的還滿有市場的 因為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是全台灣最大的土耳其網站 所以我們就覺得好 那我們就這麼辦吧 我們就真的創業好了 因為土耳其是在對我們來說 它不是一份工作 它是屬於我們生活中也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就是我們的生活 所以我們就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決定創業 然後全職投入 但我們雖然是五個共同創辦人 可是我們其實也沒有五個都當正職 因為我們就有三個正職 因為我們考量到說 第一個我們剛開始沒有辦法負擔得起 大家這麼多人的薪水 然後另外其實我們也需要有人去在業界 去汲取一些經驗 還有一些人脈 那我覺得創業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它就很像是一個闖關的遊戲 你每天都會有問題 然後你每天都必須要解決它 你解決完這個問題之後 又會有下一個問題等你去解決 但雖然這一路走來就是 它是很累很辛苦 可是你就會覺得 你就每天逼迫自己去快速的學習 你每天都覺得你在level up 每天你都覺得你會成為一個更厲害的人 但其實它挑戰就真的很多 尤其是對我們一個才剛畢業的一個團隊 我們就是因為經驗不足沒有一些業界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是特別辛苦的 我們今天在做任何一個決策的時候 很有可能很多時候我們只是靠直覺 或是感覺 我們沒有辦法憑我們之前經驗去做 所以變成是相對危險 我們失敗率更高 再來就是很明顯的 因為就剛創業在我們還剛出社會 沒有累積到什麼錢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吃不飽 然後錢不夠 然後又睡不飽 就變事情又太多 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就是對創業來說一些心得 就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講 我們自己的年輕的劣勢 其實它就是我們的優勢 因為我們年輕 所以我們能夠有更高的學習能力 我們能夠快速犯錯 我們也能夠快速學習 就像我們團隊 因為你看我們都是土文系畢業 其實我們也不懂資工 我們也不懂設計 但我覺得就是我們比較強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也有人會寫程式 我們團隊的每個人 就算你不會去設計的文宣 可是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會用 以拉跟Photoshop 所以我覺得就必須要 就是了解到說 你就必須要非常快 然後接下來非常大量的學習 它有可能就是可以成功 我也不成功 有可能會過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就找到對的 mentor 就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一個好的 mentor 是一個他真正能夠理解你 並且能夠尊重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他是給你 他是導引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而不是只是依照他的角度去給一些建議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環境也很重要 像我們之前在還沒有進入opboard之前 我們在自己的辦公室 然後我覺得這個感覺就有差 因為opboard他是一個共同的工作空間 所以你就可以與其他團隊一起工作 所以就變成說 就是你就會知道說別的團隊是怎麼拚的 你就應該要多拚多努力 然後除了我自己個人之外 我也可以讓我的團隊去看到其他人是怎麼努力的 他們也有更有挺決心 然後另外 當我們遇到一些比較深的問題 例如說我網站技術上比較深的難題 我可以去問旁邊的工程師 或是我今天電商在運營的時候有一些問題 或是可以去問樓上的一些學長姐們 讓他請教 再來就是 我覺得現在在我們很巧創初期的時候 我們會很常收到別人的跟我們的建議跟意見 但是我覺得這時候去懂得分辨 什麼事情是重要的意見 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不是每個人都很理解你想要幹嘛 不是他今天要做的人是你不是他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盛選創業夥伴 就我非常認同一句話 就是你在創業團隊的前十個人 就是會真的影響到你的公司文化跟公司的成敗與否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就算你的職位可能是實習生 但對我們來說就是夥伴就是家人 因為你會參與到我們組合公司的很大型的決策 所以我們對於選職醫生這件事就很重視 因為我很重視他的人格特質 他是不是夠正直 他是不是值得信任 他是不是夠積極等等 那另外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這也是很常很多前面在跟我們講的 就是你要記住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的這個為什麼就是你的熱忱所在 然後這一度走來實在是太辛苦了 如果你還沒有熱忱去支撐你想要做的事的話 你很快就會受其他人的意見的左右 你就很難再繼續非常堅持的走下去 那我其實還有其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以一個可能是針對可能大學生的一些東西 然後這些有些東西是以前我一些學長姐們給我一些建議 然後我覺得到我現在為止都還蠻受用的 像第一個就我所謂這個蝴蝶效應是指 我以前在IC有個學姐就跟我說 她說其實你今天做的每件事情 不論它是大是小 它勢必一定會影響到你未來的一部分 而且它這樣的影響是你很 你沒有辦法去忽視的 我覺得這就真的是完全驗證到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你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今天念土耳系 我真的就會做出跟土耳其有關 我從來沒有想過 你看我一畢業就做行銷就知道 我根本沒有想往土耳其這塊發展 然後或是說我以前在IC辦活動的時候 認識的長輩 你都不會照說她現在就是 是你創業最好的mentor 可是那時候我學姐還有提到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現在做每件事情都會影響到你的未來 但是你這每件事情的前提是 你要今天把這件事做到最好 因為如果你今天沒有做到最好的話 你可能就會勢必讓你未來的一部分 就是會受到不好的影響 然後再來第二點是 我覺得現在創業這個詞有點太腐爛了 就大家好像都覺得 就是創業就是唯一的路 創業就是一件好事 然後很多人都是為了創業而創業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沒有想好說 你到底要創什麼 然後就想要創業的話 我覺得這會是很危險的 尤其是其實我現在自己都建議說 你不要一畢業之後沒有工作多久就創業 因為你真的沒有那個經驗跟人脈 你會比別人走得更辛苦 就除非你真的有一件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是想 應該要鼓勵大家成為一個能夠回饋的人 我只是說能夠回饋的人是指 當然除了你們專業能力之外 我覺得今天坐在這邊的人 就是你們有很夠上進夠積極 你們想要去做一些改變 但是我覺得要記得就是 這個社會上不是每個人都像你們一樣 就這個社會上幾九十九塊的人 都是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幹嘛 然後或是對自己未來沒有方向 所以其實我希望說如果大家今天 你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記得成為一個厲害的人之後 要去回饋給這個社會 因為我覺得台灣現在 需要幫忙的都會實在太多了 對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記住這一點 好 那最後就是 我們同學時代現在在行銷實習生 那 近看很多男生嘛 我們都是女生 不知道會不會有點吸引力 或是如果女生的話 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都五個女生很安全這樣子 那我們的這個實習好處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的app work 所以你可以跟很多其他團隊交流 有很多課可以上 對 我覺得那些都是很受用的 對 那希望就是今天如果有興趣想要應徵 同學在實習的話 可以跟我講 或是說可以幫我推薦好的人才 對 好 那謝謝大家 那期待之後可以跟大家多交流 謝謝